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被撬的痕迹 而且旁边的住户说听到他们的房间有争吵声传出 所以种种的迹象都对小帅很不利 阴发姐认定小帅还有隐瞒 如果不说实话就终止辩护 小帅只好又说出了一件惊天的秘密 原来富豪小帅已经玩腻了小美 打算到郊外的酒店和小美摊牌 给她一大笔钱让她离开 可在去的路上 小帅为了躲避突然出现的小路猛打方向 结果和迎面的一辆车相撞 小帅的百万豪车没什么大事 但对方车里的胡子哥却头破血流 看起来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小帅打算立刻报警 但小美却拦住了她 她担心一旦报警 媒体就会知道他俩的事 到时候两人肯定是身败名裂 小帅想了想自己刚上市的公司 立刻拉上小美准备开车逃跑 可车子此时却发动不着了 而更糟糕的是 此时有个司机路过停下来询问他们怎么了 小美强装镇定的糊弄了过去 等司机走远后 小帅立刻将胡子哥的尸体放进了汽车后备箱 然后开着胡子哥的车 来到了森林深处的一个小湖边 将车子给推了下去 而另一边 小美在原地等待救援 可直到天快黑了 救援人员都没有到 幸亏有个在附近居住的老人绅士叔 好心的将小美带回了家 为他修车 在绅士叔温暖的家中 女主人好心婶还为小美准备了美味的晚餐 小美紧张慌乱的心 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但当她看到客厅的墙壁时 大脑马上就像炸了一般 那个被他们撞死的胡子哥 居然是这两个老人的儿子 小美拼命地掩饰自己的情绪 谁知好心婶这时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要命的是 电话铃声却从小美的身上响起 小美这才想了起来 刚刚在搬运尸体的时候 她把胡子哥的手机随手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接着小美集中生智 迅速地把手机栽进了沙发缝里 好心婶只当儿子忘了拿手机 也就没有往心里去 这时绅士叔告诉小美 车子已经修好了 小美赶紧起身告辞 看着小美慌乱离去的身影 绅士叔有种不好的感觉 转过天 小美和小帅将他们的车交给了黑市销毁 然后约定以后再也不见面 小帅整理心情后 还是像往常一样按时到公司上班 下班后就回家陪老婆孩子 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天小帅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放绅士叔 寻找自己失踪儿子的新闻 心中有些隐隐不安 这时警察局打来了电话 让他去一趟 原来老人当时修车时 记住了小帅的车牌号 但小帅却对警察说 自己的那辆车已经丢失了很久 警察见没有什么证据 也就不了了之 转过天 电视上又播放了有关胡子哥的新闻 不过这次不是说发现胡子哥的尸体 而是说胡子哥携带公司的巨款潜逃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小帅说这一切都是小美干的 当时他们在抛尸时 小美拿走了胡子哥的钱包 再回到家后 她利用丈夫在银行工作的便利 趁着丈夫不注意 偷偷用密钥进入了银行系统 伪造了胡子哥盗取公司巨款潜逃的假象 听到这里 银发姐打断了小帅的话 她认为这话里漏洞太多 小美是个平面模特 她怎么会懂那么复杂的银行程序 小帅说 也许她的丈夫和她是一伙的 再说小美很擅长说谎 小帅接着又说道 当时她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 顺春风得意的参加年度优秀企业家表彰会 但就在表彰会的后台 她被伪装成记者的绅士书给拦住了 绅士书说自己知道这一切都和小帅小美有关 自己的儿子自己了解 根本不会为了那些钱抛下家人潜逃的 而且胡子哥平时手机不离身 那天手机会出现在家中 唯一的可能就是小美带过来的 而且她刚刚问小帅借打火机用了一下 这种限量版的打火机 绅士书在给小美修车时也看到了一个 而且那天小美匆忙离开时 调整了座椅靠背 这说明这个车的司机另有他人 老人是越说越激动 他告诉小帅自己知道儿子已经凶多吉少 他只想知道儿子的尸体在哪 好将他给安葬 小帅有些慌张了 他叫来了保安将绅士书给赶走 听到这里银发姐打断了小帅的话 如果真像小帅说的 杀害小美是被人陷害的 那陷害她的又是谁 目的又是什么呢 小帅想了想说 有可能是那天遇到的那个过路司机 因为前几天 秘书给小帅送来了一个邮件 里面是一张图片和一个录音笔 图片上正是他抛尸的那个小胡 有一个声音威胁他 将一百万送到指定的酒店 不然就曝光他 而当时可能看到小帅抛尸的 只有那个过路的司机 他可能当时发现了地面的血迹 所以跟踪小帅来到了抛尸地点 拍下了照片 银发姐再次提出了质疑 既然过路司机是为了钱 那么为什么不拿钱函杀了人 又怎么可能痕迹全无的进出酒店 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 法官是不会相信的 听到这里小帅也很焦躁 他让银发姐想一个合理的版本 而接下来就是银发姐推断的情况 那天小帅和小美来到了街头的酒店停车场 小美先下车接了个电话 被告知去酒店215房间 还要求将手机给丢掉 过了好一会儿 小帅接到了小美手机发来的信息 说是要把他们的事情给曝光 小帅冲入了酒店寻找小美 结果被打晕在地 而干这一切的就是绅士书 是他给小美打的电话 也是他用小美的手机发的短信 这一切都是因为绅士书认为 小美是害死胡子哥的主谋 所以只需要杀掉小美 然后嫁祸给小帅 让他也身败名裂 小帅听完以后 觉得这里面有个漏洞 因为警察认定那个房间是密闭的空间 那么绅士书是怎么进出的 银发姐说不用担心 说着就拿出了一张报纸 那是那天酒店发生命案时的新闻图片 里面有个人正是好心事 原来好心事正是这家酒店的员工 是她和绅士书里应外合 帮助绅士书从封闭的窗户进出房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车祸的凶手推到小美的身上 而杀害小美的凶手就变成了绅士书 银发姐说 现在只要干一件事情 就可以把这个推断给坐实 那就是找到胡子哥的车 将小美的一件私人物品给放进去 说着银发姐将地图放到了小帅的面前 让他标出抛尸的地点 他好安排人去干这件事 小帅听了银发姐的话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一边在地图上标明了抛尸的位置 一边告诉银发姐 说自己早就知道杀害小美的凶手就是绅士书 自己只是想试探一下银发姐的能力 现在他可以把真正的情况给说出来了 原来小帅开车到了抛尸地点 打开后备箱 发现胡子哥竟然醒了过来 但担心前途的他 还是狠心的关上了后备箱 将汽车推进了湖里 听到这里银发姐激动了起来 他斥责小帅是个卑鄙肮脏的无耻之徒 小帅也不知道银发姐这是搞的哪一出 还问他是不是考验自己面对法官的应变能力 银发姐接着说 你还是拿我当傻子玩 为什么不肯说实话呢 接着银发姐又说了一个版本 当时提出不能报警的是小帅 提出抛尸的还是小帅 拿走胡子哥钱包的也是小帅 一切都是他的主意 而且尸检表明 小美在临死前一直在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就是从车祸发生之后 说明小美一直心存愧疚 事实上小美实在无法忍受内心的谴责 于是打电话把真相告诉了绅士叔和好心事 然后来到好心事工作的酒店附近 以过路司机的名义 问小帅要一笔钱 以此来补偿绅士叔他们 但这一切早就被小帅给掌握 他气急败坏地杀害了小美 然后伪造了现场 听了银发姐的话 小帅是彻底的慌了 他说既然绅士叔知道了真相 为什么不报警 银发姐说 那是因为绅士叔他们 还不知道胡子哥的尸体在哪 只能偷偷地在对面大楼租了房子 暗中监视小帅 说着就指着纸窗外 小帅一听 赶紧翻出了那张 有好心事照片的报纸 说凭这个就可以想办法 将绅士叔给定罪 此时银发姐冷笑着说道 这张图片是自己批的 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 替你扫平一切的漏洞 你就和我说实话好了 到底是不是你杀的小美 小帅见事情已经这样 也只好承认 这都是自己干的 银发姐点了点头 说自己会帮她的 现在要去买一杯咖啡 一会儿再上来准备材料 在银发姐离开后 小帅无意中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胸前的钢笔 好像闪了一架红光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个电子装置 而另一边 小帅交代的内容 已经进入了警方的邮箱 这时小帅才知道 自己被人设计了 影片到此结束 本片翻拍自西班牙电影 看不见的客人 故事精彩刺激 节奏紧透 不追求高智商犯罪 和推理逻辑 只用主人公的情感释放 作为电影剧情的推动力 有朴素的价值观 有对于人性 亲情 责任等多方面的探讨和升华 这些才更让人感觉恐怖和惊悚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